大家好,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桥园里 早点一条街 来这边打卡一家 干了24年的西岸豆腐脑 来,咱们去尝一尝味道如何 早起 就是这家店,桥园里西岸老豆腐 我看不少食客都是来打早点的 天井人管八早点买回家 叫打早点 哎,师傅,我来一碗大碗的西岸老豆腐 然后再来一碗饼,一根果子 老豆腐那是庆炉的 庆炉的,老豆腐是庆炉的吧 对,那把豆腐菜也热吧 那几个果子 两个 三个,三个,两个 要烙一点 要拉一点 好,谢谢 他家也做天井的豆腐囊 哎,还有嘎巴菜 就是店的时候啊,你跟师傅说 师傅,来一碗豆腐囊 哎,师傅就会问您,您是要庆堂炉制的 还是要这炉子的 所在庆堂炉制呢,就是西岸的豆腐囊 要锁炉子呢,就是这个天井的豆腐囊 我点了一碗大碗的西岸豆腐囊 是三块 然后呢,还买了这个一脚饼 还有一根果子 夹在一起呢,是六块 点完之后呢,我脚子少点嘛 嗯? 然后想起来,忘点酱子了 最后得来碗酱子溜溜溜溜 哎,姐姐,您家干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哦 您这两口子是哪里人? 陕西县 等于您做的就是您老家传统的豆腐是吧? 有我买老家的,有天井的 哦 要我看您家的显豆腐是这个晴烫炉制 是酱油吗? 不是 是那个嘛,专门配的料 哦 反正就是各种显料什么的,炒完了脑 哦 对对对对,这个是糕的地儿 哦 哎,姐姐 您家就是每天从几点营业到几点? 五点到十点半 哦 早起 然后就是您两口子就是几点起来 开始忙活就是点豆腐啊什么的 两点左右就开始起来 就忙活就过来就开始弄了 哦 哎,咱们来尝一下 嗯 哇,这辣子油还挺辣 哇 哇,这辣劲上来了 第一口就感觉被辣 哦 别说,虽然这个辣子这个挺辣的 但是挺香 看看他家这大锅子多耐眼 拿这个焦饼一卷 辣香,看着就耐眼 嗯 天津人被耐吃大饼锅子 外地朋友会纳闷 这不是面假面吗 嗯 扎锅子的面里会加入一点盐 锅子呢 酥脆又鲜香 用一个糊糊的大饼一架 呵 不香 这锅子还真不错 扎的真香 锅子呢 酥脆脆的 带点鲜香厚 这锅眼豆腐脑吃起来 比较清爽 鲜香 香辣 豆腐的口感呢 香嫩适口 他家这锅子上面还有这白芝麻 他家的鲜香豆腐脑呢 哎 这种清烫炉吃起来会比较庆幸 但是呢 这个辣子还真辣 但是香辣香辣的啊 挺好 这榨菜呢 哎 有这个鲜香口 整体吃起来挺不错 吃完了 哈哈 还挺汤 哈哈 哎 来碗酱子66夫 还挺汤 哎 还排队的时候 我看见好多师科哎 都拿着盆啊 薄粉铜啊 什么的哎 来打早点 潜似就是讲 把这个早点买回价 叫打早点 哎 千里早点一条街 有好多早点铺 有好多好吃的 像炸锅子呀 煎饼锅子呀 嘎巴菜 老豆腐 油甲模 羊羊豆腐脑 咸豆腐脑 荒唐辣面 哎 等等等等 哎 姐姐 您家果子也不错 哈哈 果子是上的是吧 哎 这果子不错 这果子个大 而且还有白纸麻 吃完了 吃完了 喝素菜 整体来说 他家味道挺不错的 小伙伴们有机会 可以来尝一尝 试一吃 哎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收藏转发 爱你哟 棒棒 打